当他从杭州要往青岛的附近蜜州做太守的时候 妻子刚刚过世 与弟弟又阔别无载 自己在政治上载福载臣 在个中秋佳节 敢于世事无常人生的多变化 不免喝得丁鸣大醉 写下了这首千古流传的水调歌头 虽然人有悲欢离合 愿有殷勤缘缺 但是痴情的世人 因为基于对生命的崇敬与热爱 仍在默默地助导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贪捐 在秋天的晚上 当我们仰首昊月当空 好像会听到东坡居士九百年前的醉意 若有若无地从广寒宫里引领地传过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